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无关作为只是一种心理 但作为女人 你要维持自己的体面 这体面不包括为了刻意彰显自己而贬低婆婆 也不要为了刻意讨好婆婆而委屈自己 尤其是在你的婆婆有一个真正的女儿的时候 今年过年很特殊 李赛南结婚的第一年 他把自己婆婆接到了自己 这里来过年 而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一接过来就没有再离开了 而婆婆的女儿也就是李赛南的小姑子 也因为疫情关系 没能来看看母亲 所以在条件允许之后 小姑子借着机会来探望婆婆 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李赛南也想着热情招待一些 毕竟自己还算心而绪总想搞好关系 然而有些是往往不是能够轻易的随人院的 或者说作为一个儿媳妇 你的好心只能给一个好的婆婆看 才是有意义的 李赛南买了很多好吃的 买了不少鸡鸭鱼肉 本以为这些会让婆婆高兴 只知道婆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儿媳 把主卧腾出来我闺女要住 有的话随即是歇斯底里的吼 也不一定有什么效果 有的话便是淡淡地说 也能够让人愤怒和失望 而婆婆的这句话对李赛南开始无疑是后者 小姑子还没有结婚 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工作 平时婆家的人对小姑子都挺好的 而李赛南也很理解 毕竟是家里的一份子 唯独让李赛南不是很舒服的是 婆婆对小姑子简直就是溺爱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 小姑子是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很好 比起自己确实强了不少 所以婆婆对小姑子尤为宠爱 结婚前李赛南就知道 婆婆不太愿意这门亲事 觉得自己儿子应该找一个 像自己女儿的厉害女人 婚后对小姑子就更加的好 对李赛南则是明朝暗讽 于是李赛南有心当没听见 没想到婆婆就反复地和她提起这件事情 甚至把长辈的架子都抬了出来 李赛南觉得自己这个婆婆真的是不可理喻 如果这次应允了以后还不一定要出什么幺蛾子呢 于是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 让你女儿住主卧 那我你儿子怎么办 睡沙发吗 还是你也心疼一下你儿子干脆让他们两个住主卧得了 这个家是我的家 你也好 你女儿也好 都是客人 所以都应该住客房 如果今天她住了主卧 那我就离开 到时候劳烦你告诉你儿子 我们散伙 儿媳怒怼三句话 婆婆看着突然发飙 像变了一个人的李赛南 脸轻一阵红一阵的 顿时无话可说 因为她明白儿子哪怕忤逆自己也要娶了她 自然也不会因为一间房子离开她 最后到儿子那边 自己怎么也落不到好的 是的 女儿总是惹人恋爱的 但儿媳无以歌了些什么 但是作为一个婆婆 尤其是有女儿的婆婆 应该更懂得维护自己的儿媳 将心比心 不该 后子保比 倘若婆婆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真的能够影响到儿子的婚姻 那这段婚姻 多半也没有多大的存在意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